哈喽,安娜达 今天重哥又要给大家带来苦情神剧咯 记得之前有一期 实力派帅哥陈冠林 饰演了善良的男主角 把各位小伙伴都给心疼哭了 你没有杀药 我不会有半句怨言 那么今天我们就改换思路 让他再次回到腹黑反派的位置 一起来回顾这部双女主苦情神剧 临维女人 结局真的是很特别 我主内,你主外 我们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 首先出场的是女二号桂花 因为她家里穷 她的大嫂就把她卖给城里一个快死的废老鬼 到了礼堂的时候 桂花才发现新郎是一个废老鬼 她大闹结婚现场 她坚决不做冲喜的新娘 拿我的一生给一个快断气的人陪葬 太缺德了吧你 她好意思去 我还不好意思嫁呢 哼 没想到这个时候那个废老鬼居然嗝屁了 红氏瞬间就变百氏 我家少爷死了 死了 你个忘门寡 滚 桂花被赶了出去 整个镇上的人都觉得她是灾心 一看她 你就是个扫兴 就是一个忘门寡 伤心的桂花走到小河边 结识了咱们的女主角慧君 他们两个是一见如故啊 你这样一个女孩子家留在天心市 我真的很不放心 慧君还给桂花的包袱里偷偷塞了五块钱 其实此时的女主角慧君也遇到了伤心市 她的婆婆一心想要抱个孙子 可她嫁进徐家以后已经生了两个女儿了 最近肚子又鼓起来了 婆婆就以为要抱孙子了 你肚子里怀的 可是我们徐家的龙种啊 Emma 你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 什么孩子 龙种 然而慧君去医院检查 并非怀孕 她只是肚子长了一个瘤 小姐 你就说出来吧 老夫人她那么激动 那么开心 你叫我怎么说的出口 这怎么就不能说呢 这剧情我真的是晕了 慧君为了不让她婆婆难过 就继续假装自己怀孕了 这一次你一定能生个胖小子 宁头女二号桂花继续流落街头 上次那个媒婆没有挣到钱 就把桂花给抓了卖去了青楼 青楼的老宝娟是白凤 你跟了我呀 我一定会给你找一个有钱的大老板 白凤逼她接客 吓得桂花撒腿就跑 她直接跑去了男厕所 在厕所里 她遇见了本剧的男主角 徐晨峰老板 她也是女主角慧君的老公 徐老板就好心替她付了钱赎了身 我很感激你帮我赎身 这桂花刚进城 遇到那么多事情 可是脾气呢依然很暴躁 她走在路上 一个富婆的车 把水溅到她身上了 她连续盯着这个富婆两天 一定要人家给个道歉了啦 不要你们跟我道歉 娟娟可是有钱人 她就直接打电话报警 让巡捕房的人把桂花给抓了 桂花就化身为唐僧 在警局里折磨警察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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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不了了 好在桂花遇见了她 青梅竹马的老乡 小哨子 小哨子把她从警局里保了出来 小哨子真的是你啊 小哨子现在入赘到了 一个有钱人家 经营了一家布料店 小哨子就把桂花带回家打工 这就是从我家乡来的 最好的朋友 桂花 这是冤家路窄啊 原来小哨子的老婆 就是之前抓她的那个富婆 娟娟 这么快就让我们俩见面了 你说我们俩是不是有缘 娟娟就误以为他们两个有一腿 她表面上很大方的接受了桂花 可暗地里想着各种办法折磨她 如果你在这里做的不习惯 可以另谋高就 后来娟娟去乱翻桂花的包袱 发现包袱里面有五块钱 她就诬陷是桂花偷的 这钱就是你偷的 现在人当巨货 还在那推说不知道 这个时候桂花才想起来 这一定是上司那个惠君姐姐留给她的 所以她决定离开这里 去找惠君还了这五块钱 也就可以自证清白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她 把钱还给她 而此时惠君在徐家 还在隐瞒自己的病情 他们徐家有个管家 祖顺 他就是本剧的大反派 他发现惠君的丫鬟 总是偷偷倒掉夫人的安胎药 你好大胆子 居然把夫人药和安胎药给倒掉 他马上就把这个八卦消息 告诉给了老夫人 这下惠君假怀孕的事情 只好公开了 其实我没有怀孕 惠君觉得自己没有脸 在留在徐家 他一会儿要闹离婚 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呢 他老公徐老板不同意 他又开始逼他老公再娶个二房 徐老板拒绝了他这些要求 他现在只想找一个好医生 尽快给惠君做手术 可惠君听说 如果要切掉他小腹里的肿瘤 那以后就再也不能还孩子了 所以他坚决不做手术 我要的不是儿子 我要的是你呀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立刻开刀拿掉他 我不要 开刀救得了我的命 可是保不住我的生育能力 那我还开刀做什么呢 我只是想帮你 帮徐家生个儿子 姐姐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被你婆婆吓了酱头 他们家这个总管主顺 整天在家里八卦别人的是非 徐家也开了一家布料店 他却不好好打理 徐老板对他很不满意 以后多花一点心思在店里头 不要一天到晚只知道 搞些无聊的事情 被老板教训了 主顺很不服气 晚上就跑去夜店放纵 老保白凤热情地招待了他 看看我们这儿的姑娘 怎么样啊 全是一些雍之俗粉 的确是雍之俗粉 雍之俗粉 主顺表示不满意 白凤只好拿出了他们店 第一天上班的小厨局 你到时叫这个小厨局出来 让我们见识见识 水晶在这里向大家请安了 主顺啊主顺 这不是很一般吗 还没有你们家夫人好看呢 就这么一面 主顺彻底为了这个水晶沦陷了 你可不能趁着我酒醉 占我便宜啊 水晶让我照顾你一辈子 他们两个一夜销魂以后 就揭开了一个可怕的阴谋 我一定要让他们徐家 血债喜欢 原来水晶是来找徐家报仇的 水晶的老爸多年前 也是徐家的工人 可是离奇死亡了 他们家就认定是徐家 害死了他们的老爸 这个徐家欺人太甚 之前水晶还联合他弟弟 绑架女主惠君的一个女儿 勒索了一大笔钱 没想到他弟弟去银行存钱的时候 被寻补房的人给打死了 水晶老妈受不了刺激 一病不起 他把所有的孤恶都甩给了徐家 如果不是他 爸爸也不会羞愤而死 弟弟也不会被乱枪打死 你也不会因为过度伤心而叹在这里 姐姐你可真是逻辑鬼才啊 他现在潜伏在青楼 勾搭上了主顺 就是想要主顺帮他忙 可这个主顺太穷了 他来青楼就是个白嫖怪 每次来青楼玩过了不给钱 你也应该结一下账啊 我这上上下下几十口人都要吃饭呢 水晶为了可以拿下主顺帮他复仇 他每次都是请主顺来白嫖呢 真是搞不懂 水晶花了大价钱租了我的上房 去直接主顺这一个客人 只能说这位姐姐很有眼光 画面再转到女二号桂花这一头 他终于带着五块钱找到了惠君 他把钱还给了惠君 惠君看桂花那么善良 就把他安排到自家的布料店上班 主顺一听是夫人介绍来的 马上笑脸相迎 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跟我说 千万不要把我当女人看啊 你不要那么客气 叫我主顺就行了 不知道你是夫人哪边的朋友啊 是湖边认识的朋友 就这样 就这样了 主顺哥 我现在要做什么事啊 主顺哥是你叫的呀 喂喂喂 大哥你变脸变得太快了吧 主顺以为是夫人安排了个桂花 来监视她工作的 她就故意给桂花安排了很多苦力活 桂花从小就是农村长大的 以前都是在田里干活 身强体壮 什么活她都能干 不过就是几匹布嘛 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这下可好 桂花的强壮好身体 被女主角惠君给相中了 她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桂花年轻力壮 看起来挺好盛养的 她就是代替我照顾他们的最好人选 姐姐你没搞错吧 人家把你当好姐妹 你就想着人家帮你生个儿子 我希望你能代替我 帮我照顾这个家 桂花拒绝了惠君 她坚决不做二房 这是你的家 你的丈夫 我怎么能帮你照顾 你自己来 徐老板得知此事也是非常的愤怒 她再三强调 坚决不娶二房 可惠君和老夫人却一直逼迫她 唯独收房这个做法 我是绝对不会答应 这也是我的意思 我希望你能答应 徐老板很生气 一怒之下她就跑出了家门 然后就去喝花酒了 两位老板 今天是大驾光临呢 这位大哥你也很奇怪 让你娶妾你不肯 你跑去喝花酒就可以了 是吗 这种人那神经病 徐老板来到夜店 水晶壳开心坏了 他就主动贴上去要陪酒 他把徐老板给灌醉了 然后扛回了他的床上 假装徐老板和他睡了 你有今天 总算落在我的手里 他还把主顺给叫来 希望主顺可以帮他混进徐家 只要我们两个好好的配合 你的委屈和你的心血 都不会白费的 这段床前密谋 画面的冲击力太强了 第二天一醒来 徐老板惊呆了 他马上就穿衣服要跑路 水晶还给他安排了一个 欢送仪式 徐老板要走了 恭送徐老板 恭送徐老板 欢迎亲朋 太阻光临 欢光临 服务真的是很到位 这一切都是水晶安排的 他想赖上徐老板 你回去帮我带句话给徐晨峰 让他来找我 这个时候老夫人 只希望桂花做他的二媳妇 主顺现在就要先对付桂花 他调查到桂花是小哨子的老乡 而小哨子他们家的布料店 和他们徐家是竞争对手 主顺就挑拨 说桂花是小哨子安排的商业间谍 桂花认识复乡布装的少老板 我们是同乡 一起长大的 他跟我啊 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所以连不该说的话都说了吧 老夫人居然听信了他的话 把桂花给赶走了 你还是自己走吧 接着主顺又开始 给女主角慧君下毒药 这种毒药会让人昏迷几天 大家都不以为 慧君已经肿瘤发作 马上就要嗝屁了 这个时候主顺又跳出来献祭 他说应该让徐老板 立刻取个二房冲冲洗 说不定就会让慧君起死回身 像夫人这样病重的人 我们可以找一个人来办写事 让少爷收房 替夫人冲洗 原本主顺想趁这个机会 把水晶找来要徐老板负责 他给慧君下的药量刚刚好 等水晶来冲洗的时候 药性刚好结束 我敢说 这徐家二夫人你是当定的 万万没想到 慧君身边的丫鬟 他跑出去找桂花了 他求桂花可以回去救救慧君 只要你答应让少爷收房 把我们家小姐冲洗 这样我们家小姐的病就有救了 这桂花是真心把慧君 当成好姐妹啊 他为了可以救慧君 他也放弃了他一开始的原则 他决定回去嫁给徐老板做二房 为的就是可以冲冲洗救一下慧君 我恳求老夫人和少爷同意 让我给少爷当二房 跟慧君姐冲洗 真是姐妹情深啊 为了尽快结婚冲洗 他们的婚礼一切从前 分分钟就完婚了 徐老板也只是为了救慧君 所以他们两个没有洞房 我这么做对你来说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我徐晨峰这辈子的妻子 只有周慧君一个人 我不可能爱上其他的女人 而另一头 主圣还在去接水晶 两个人出发前还不忘清热了一会 等他们清热完再回到徐家 人家桂花和徐老板的婚礼都结束了 今天下午给少爷添房了 添房 是谁啊 是二夫人桂花 桂花 我这么精心不得觉 竟然便宜了这个丫头 谁让你要浪费时间清热呢 婚礼刚结束 慧君的药性也过了 所有人都认为是桂花的冲洗奇效了 没想到这次冲洗还真的挺灵的 慧君醒来以后 他非常的感谢桂花 他就开始强迫桂花可以帮他生个儿子 如果桂花能够一举得难 帮徐家延续香火 我也了无遗憾 这位女主角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了 慧君还联合老夫人一起 逼着桂花和徐老板替天刑房 替天刑房 慧君为了促成他们两个 就把他们两个锁在房间里喝酒 徐老板酒喝多了以后 眼一花把桂花看成了慧君 然后就 这自律文学我真的是看痛了 他们两个终于替天刑房了 第二天老夫人可开心坏了 还要他们三个人好好相处 以后你们夫妻三个人 一定要互相扶持 共同打理好这个家 知道了吗 他们这一家子的目标就是 一举得难 一举得难 看着桂花做了二房 慧君也算是圆梦了 她决定接受医生的治疗 徐老板给她找到了 城里最好的妇科圣手 李医圣 李医圣说要切除慧君的肿瘤 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那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呢 一半一半 接下来这部剧就花了一整集的时间 给女主慧君开了一个告别会 那场面是相当的悲惨啊 明年是妈的六十大兽 你爸的能多慎重就多慎重 好家伙 你还惦记了明年你婆婆过大兽 伤心的告别会开完以后 慧君被推进了手术室 接下来大家又开启了祈祷大会 一对人马去求菩萨 那次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 一对人马去求上帝 我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妻子的手术者 还有一对人马去求祖宗 徐家的列祖列宗 请保佑徐家的媳妇周慧君 三围一体全方位祈福 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 然后女主角手术就成功了 手术非常顺利 对就是这么好了 这下慧君和桂花又可以姐妹行身了 你刚手术完身子虚要多休息啊 接着一天晚上 徐老板下班坐车回家 突然遇见了一个女人碰瓷 我睡到了 居然是水晶 他赶紧把水晶送去了医馆 先生 恭喜你啊 你要当爸爸了 哪泥 这也太意外了吧 徐老板原本是不想认账的 你竟然害怕不敢面对 我也无话可说了 水晶当然是不会放过他 他自己租了一个大花轿 把自己抬去了徐家 因为水晶已经拿捏了老夫人的弱点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我自己 是为了我肚子里 徐家的这个骨肉 老夫人现在已经想孙子想疯了 一听到水晶怀孕了 他马上就同意把水晶接回家 你留下来吧 徐老板一开始就怀疑 这水晶一定是有阴谋 要赶他走 可老夫人现在为了孙子已经走火入魔 他坚决要留下水晶 水晶 水晶 别走 老夫人 由老夫人做主 水晶终于可以安心地住在了徐家 然后他又勾搭上了总管主顺 其实啊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没错 其实他肚子里怀的孩子是他和主圣的 结果他们俩在家里大声密谋的时候 被惠君的丫鬟给偷听到了 国产剧的套路你们懂的 好人偷听一定会被发现的 这孩子真的是我的吗 我的好水晶 真的是苦了你了 我摔坏了茶杯 然后丫鬟就被推进锦里了 太残暴了 为了进一步对付女主角惠君 他们就找到了一个神棍回家做法 这房间好重的土味 土味 什么意思 土味 不好意思 我觉得你们所有人都很土味 这个神棍看完了风水 他就说惠君出的豪华正香房 男儿记重 那间正香房有疑难之想 如果府上有人怀孕 能住进那个房间 保证能够抑郁得难 你们这不是在胡扯吗 咱们的女主角惠君 已经连续生了两个女儿了 你说这话 简直就是华天下之大鸡 老夫人居然听信了神棍的话 她要惠君让出正香房 给水晶来住 希望你暂时把这间房子让出来 给水晶住 惠君真的是憋屈死了 一句话都不敢反抗 准备收拾东西让位 妈 就按您说的做吧 好姐妹桂花看不下去了 她要替惠君抢下房间 她直接大喊了一声 我才该住这个房间 我也换上了 完了完了 她只是玩笑话 这个怎么办吗 刚才她只是想帮助惠君而已 一会儿大夫来了怎么办 恭喜老夫人 二夫人有喜了 妈还真怀上了 不会吧 这么容易 的确是挺容易的 这可气死主顺和水晶了 主顺就准备在桂花的安胎药里 下一些藏红花 你说哪一壶是二夫人的 哦 这一壶 万万没想到 那天大女儿放学早 她非要给二妈送安胎药 二妈的安胎药是哪一碗啊 我要送去给她 结果拿错了 肚子怎么会这么痛呢 救我 还好送医及时 水晶的孩子保住了 水晶真的是被她这个助队友给气死了 你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连旁边的苍蝇都看不下去了 你这不重要 接下来主顺对徐家的陷害 正是加大力度 他先是买通一个假的布料商 来和徐家签约一个大订单 然后在叫货的前一天 找人搬空了徐家的仓库 徐家不仅损失了布料 还要赔偿两万块钱的违约款 赔偿两万现大洋 来弥补我的损失 接着老夫人就带领大家去上乡祈福 下山的时候 主顺就用脚扮了一下桂花 陈冠林同学 你怎么老是演这种坏到极致的男人 桂花说她的孩子摔没了 孩子不保 留掉了 最让桂花伤心的是 只有她自己一个人要调查真相 我该怎么办呢 她发现最近家里有很多事情 都和主顺有关 而且她亲戚的记得 就是主顺扮了她 她去告诉好姐妹慧君 可慧君完全不相信她 我知道你对主顺有成见 但是主顺跟了我们徐家十几年了 怎么能确定她就是那贼 你要是再惹是生非 连我都没有立场替你说话 这就是好姐妹 原来是水晶早就来挑拨过了 水晶说现在徐老板和桂花走得那么近 迟到有一天抢走你大夫人的爱我 夫人 你不怕你在这个家的地位 有什么变化吗 所以这个时候慧君 已经对桂花萌生了嫉妒之心 我没有像你说得那么好 我也是个自私的凡人 后来徐老板出差谈生意 老夫人在家当家做主 主顺就跑到老夫人的面前揭发 桂花一开始那场冲喜闹剧 还说她嗑死了新郎 这花角才刚抬进门 连堂都还没办 人就让她给嗑死了 还被对方骂她师 往门寡给赶出来 这下老夫人一口咬定 桂花是灾心 还把徐家最近所有的坏事 都赖在桂花的头上 我怀疑她命中待客 这个时候的桂花真的好无助 她只能求好姐妹慧君可以帮帮她 没想到这个时候 慧君又开始嫉妒心作祟 你说该怎么处置 慧君姐 你帮我说话呀 就爱妈的意思办 看这个君 真的会被女主角给气死的 主顺把她赶出去 桂花被赶走以后 就暂时住在了客栈里 其实此时的桂花 她肚子里的孩子还在 上一次滚下楼梯 她已经猜到是主顺要害她 所以她故意说孩子没了 孩子 妈妈不能把你的事情说出去 因为她知道 她的慧君姐 一心想给徐家生个儿子 她只是想帮她好姐妹完成心愿 所以才想尽办法保护这个孩子 我知道你对我的期望很大 让我帮你生个孩子 完成你的愿望 果然是姐妹情深哪 没过几天 慧君还是去客栈看她了 桂花以为慧君要接她回家 没想到慧君直接给她送上一张 这是修书 为什么要修掉我 为什么 慧君啊慧君 人家当初嫁进来就是为了你 难道你真的以为她爱的是徐家吗 桂花最后抛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如果我肚子里的小孩还在的话 你还会削掉我吗 如果你肚子里还有徐家的骨肉的话 我们是不会让你离开的 桂花的心彻底碎了 原来慧君根本不在乎她 甚至连肚子里的孩子都比她重要 桂花一怒之下赶走了慧君 你走 桂花被赶走以后没多久 水晶就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下水晶一家赌大了 现在有一个大胖小子 我的人生才算是完整了 这可羡慕死女主慧君了 她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桂花 如果今天生胖小子的那个人是你 大概有多好 你没事吧你 你把人家当什么了 不过呢 徐老板对水晶也是越聊越好 水晶一不小心就爱上了徐老板 我睡到了 喂 接住 哇 心动的感觉 谢谢你啊 徐老板还要正式迎娶水晶做她的三姨太 我将会给你一个正式的名分 收房为三夫人 当时是谁说我绝不会爱上别的女人的 我不可能爱上其他的女人 呸 主顺知道以后就很生气呢 说好的逢场做戏 怎么假戏真做了 她要狠狠地教训一下水晶 你想和徐晶峰在一起是吧 你跟孩子都是我的 你最好死了这条心 你们的嘴唇咬得也太搞笑了吧 水晶突然不想报仇了 她想干掉爱事的主顺 喂 你以为你在想什么我都不知道吗 不过她被主顺给看穿了 可是主顺已经爱她爱得不能自拔了 到了徐老板迎娶水晶的那一天 主顺就偷偷地跑去老夫人的房间 偷走了徐家所有的地契和房契 他榨干了徐家所有的财产 准备带水晶跑路 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钱都到手了 得走了 可水晶不想走了 他想用一杯毒茶干掉主顺 结果又被主顺给看穿了 你以为把我毒死了 你可以安心在徐家当你的三夫人吗 主顺很生气 他还揭露水晶他爸以前是个赌徒 是自己把自己害死的 现在报酬已经报到一大半了 没有回头之路了 你妈为了维护你父亲的形象 从来没跟你说过实话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 徐老板在门口偷听到了一切 他终于知道了所有真相 他就冲了进去和主顺打了起来 结果一不小心打翻了油灯 把房子给烧了 激动了老夫人也冲了进去 主顺拉着水晶 连孩子都不要了直接跑了 要什么孩子我们再生跑了 此时挺着大肚子的桂花也赶来了 这个时候大家都以为 水晶那个孩子就是徐老板的儿子 看着慧君哭得那么伤心 桂花想都没想就冲进了火场 他实在是救不了大人 只好救了水晶刚出生的儿子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徐老板老夫人 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都死了 孩子太死腹肿没了 你说什么 死了 这部剧就是逮着女儿狂虐是吧 因为主顺和水晶抢走了徐家所有的钱 从此以后慧君和桂花 他们带着三个孩子只能流落街头 他们两个决定要重新开始创业 我主内 你主外 我们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哇哦 这个剧情真的是太酷了 后面一段剧情就是两位女主的创业录 他们两个决定一辈子守寡 谁也不许谈恋爱 之前那个李医生 他看上了慧君 主动上门表白 桂花马上就翻脸 还说跟我一起守着 现在少爷走了才多久 你就变了心 你走啊 我怎么感觉是你吃醋了 桂花同学 你真正爱的人不会是慧君吧 你是个傻女 我傻 你不要一样吗 后来他们好心救了一个婆婆 这个婆婆是裁缝高手 她却传授了慧君高超的裁缝技术 恭喜你啊 你已经出师了 再加上小哨子赞助他们布料 多年以后 两位女主终于重振了徐家的布料店 他们还把水晶的儿子也养大了 冰糖糊了好好吃啊 不是吧 怎么又是李无蕾同学 你还有多少惊喜 是真不知道 而另头 主顺带着水晶 拿了徐家所有的财产 四处挥霍 别担心 小赌一情吧 可他们俩在豪宅里 还没有happy两分钟 就破产了 不过才五年的光景 你就把钱全都赌光了 破产以后 水晶幡然悔悟 他却向两位女主角 坦白了当年的事情 其实那个小屋类 根本不是徐家的孩子 其实孩子 不是徐家的骨肉 水晶最后一次 见了他英俊的儿子 他长得好俊俏 好可爱 主顺还想利用他这个儿子 再敲诈徐家一笔 水晶拒绝了他 我要想办法阻止主顺 想什么呢 刚刚发现 你其实长得挺俊的 你才发现吗 各位观众朋友 早就发现了 水晶报警自首了 最后他们夫妻双双毙命 其实故事到这里 慧君和桂花一起创业成功 一辈子在一起带着三个孩子 这结局不要太完美 太酷了 可是编剧 偏偏要给我们来一段 恶心的剧情 这辈子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穿过红裙子 没坐上画教 就这样加入了徐家 慧君觉得 桂花当年嫁入徐家座二房 那场婚礼太随意了 所以在桂花50岁生日的时候 他们又回到了徐家老宅 然后让桂花和她死去的老公 重新举办一次婚礼 今天是你50岁的生日 我代表徐家正式迎娶你进徐家本 小朋友 你是朋友 我好 50岁大寿干这个事情 是不是太不吉利了 看完这部剧 我真的完全不理解这个女主角 如果今天生胖小子的那个人是你 他该有多好 好了 最后跪求各位小伙伴 记得点个赞赞 这部剧看完我真的是气得肝疼 我求求你了 完结 撒花 最后跪求各位安娜达 给大头虫点一个订阅 你的订阅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大头虫是虫哥说定 你在油管的唯一赵号 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 veux 具体要 игра 我觉得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